上次那期视频的有奖竞猜呢 正确答案是550刀 我已经给这个在弹幕上打出550刀这个同学 已经送了这个大会员了 这里我想谴责一下有些人 故意刷屏 就是你们可能不知道 你们发弹幕的用户名我都是能看见的 有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中奖率 发了十几二十条弹幕 但是你没有猜对一条 我强烈谴责一下这些人 如果大家对这个送大会员 这个有奖竞猜的形式非常感兴趣呢 我可以考虑每期都搞一下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形式还可以的话 请用弹幕告诉我 今天的这个有奖竞猜题目呢就是 黑皮猪 晒伤了 黑皮猪 脆皮烤箱猪之黑皮版 哎观众朋友们 我实名举报这个黑胖 他前两天在外面打牌球 把自己一身晒伤了 然后今儿不知道身上擦了一什么药 哎呦是真的味儿 就巨味儿 就是浑身散发着一种腐烂的气息 然后来我屋就往床上那么一躺 然后我整个床上都是那个腐烂的菜叶子味儿 然后我就把整个床单我这枕套全洗了 看我这终于能出来了 这几天没给大家录什么视频的原因是因为 这两天费城天天闹游行 我来现在给大家看一眼费城都什么样 谁能想到这个太阳七点多这么大呀 哎呦 这太刺眼了 最近这两天费城都什么万人大游行 我这外头肯定巨多病毒 我也没法出去 然后我在家里呢 对吧 也没什么太好 太多有意思的东西发生 所以这之前几天就没给大家录视频 说这美国七点多了 天还不黑 你说这像话吗 就现在周围这亮度 我跟你说现在是晚上七点多 你感心 不是 我眼睛都被晃瞎了 大家从我这个相机影子应该就能看出来 太阳在哪儿啊 现在请忽略我的这个面部表情 以后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录4K吧 但是4K呢 有一个不好的就是说这个1.7倍的这个裁切啊 就会把我这脸弄的呸大 哎 除了这点都挺好的 其实我也可以试试录1080P 然后转4K 这也是一种方法 这也太晒了 这就是未来北京老大爷的养成 哎 看见这花就叨激动 不是 你逆光照 这真的特酷啊 以后这就是在颐鹤园和什么北海公园拿来长枪大炮 照花花草草的老大爷啊 我能说这面老大爷说明我很清楚了 就是这个 今儿早上我把这张照片给他发过去之后 然后我跟他说这就有可能是未来的我 你知道吗 所有钱都花在设备上了 然后没钱找老婆了 然后装自己只能跟气才睡 买了一双人床 买了一双人床一半全器材和设备啊 这就是我的这生的追求啊 这什么东西啊 discovery center 这都锁了 你带我过来干什么呀 给大家看这紧锁的大门啊 又被他骗了 看看这紧锁的大门啊 就是那片湖啊 结果大门锁了 对 就是手机的这个照相能力特别强 但是突然一用相机 你都觉得相机照的不是手机好 那没有 我就觉得相机照的比手机好 那是因为你刚开 你习惯了 很 那像我这样的老用手机找 那突然一下换相机就觉得没有那么得心了 所以你现在觉得你这手机比你相机照的好 现在没有了 现在我已经是professional了 所以我也觉得相机好 professional吹逼吧 你professional 今天的这段 今天的这段Vlog应该会有点过曝啊 因为这个我出来的时候一看天都7点多了 我就没带nd filter 谁知道7点多太阳跟下午2点钟一样亮啊啊 就我这个光圈已经调到最小了 感光度已经调到最小了啊 还是有点亮啊 大家稍微容忍一下啊 稍微有那么一丢过曝啊 刚才我们查了一下 今天的落日时间是8点半 你敢信 8点半 你刚才说的 孙呆 8点半 孙子 幼稚 小弹幕请把小学生打在公屏上 就是这 我旁边这个人啊 都已经25岁了吧 还跟小学生一样 我还是24 大家看见他这张脸 请把小学生打在公屏上 现在他提议我们去一个什么小镇啊 虽然我也不知道小镇的名字是什么 但是小镇好不好看 咱们去就知道 我从来没打过柴球 虹狗阵有极高的天赋 打起来 没打起来 没打起来 我打起来 我打起来 那有个闪 虹狗阵有极高的天赋 我可以打起来 继续 我看这个 Bad 我看这边 明镇有极高的天赋 很异的 有一次 我看什么 还是我们 我可以打起来 我﹖ 我然真是 两个月没运动 实在不行 不太行 实在不太行 这两个多月没运动真的顶不住 体力严重下降 你看这小朋友 小朋友跟这玩他们多少时间了 一直跟着扔球呢 现在胖子带我来喝这个奶茶 就是这家店 喝奶茶还是喝那种 就奶茶吧 正常奶茶 现在这又来到了一个费城边的小镇 小镇具体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费城是一个城市 周围有很多county 你可以理解成村 镇都行 就美国东部这边其实挺神奇的 就每到夏天天黑了都特别特别晚 我在北京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 做柠檬子 收衣烛 搜紫 缴油 放冰炸 冰炸 地儿 我真的不是一个很能在家里憋得住的人 如果不是因为之前骨折了 即使是在疫情期间 我肯定每天也会趁着晚上人少的地方出去活动 如果一直在家里 你让我一直在家里待一个月两个月 我是不可能受得了的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我也很理解 为什么美国人就死了也要出去了 因为他们其实这种情节比我更甚 他们更需要出来 就是出来户外活动活动 呼吸呼吸吸烟空气 从我发之前那个视频到现在 可能有两三天的时间我没有出来 就一直在家里 因为毕竟当时费城外面人实在太多了 我这两三天就已经其实憋得非常难受了 就今天出来就感觉心情一下就好 就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珍珠的人 那既然出来喝奶茶呢 我就要了三份珍珠 一杯奶茶如果加了三份珍珠 就是这样的效果 这美国确实都开了 现在大家都能在外面吃饭 这就是这个小镇的名字 哪个文化人能告诉我 这个生号的这字念什么呀 看这儿有一火锅 这人怎么喝两杯奶茶呀 小心哎 这也太胖了 Holy shit bro 费城大本钟 美国reopen不是说笑的都出来 你知道之前很多人跟我说 说这个他们喝奶茶的时候 经常奶茶喝完了 但珍珠没有喝完 我好像有一种特殊的能力 就是我每次就用吸管上能准确的找到所有珍珠的位置 所以我经常就是珍珠全吃完了 但奶茶还没有喝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类似的 鬼屋 这窗户都是开的 你敢进去吗 敢呀 这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小镇 Historic town Modern possibilities 这个网址就让你在这个小镇开店的 open the business 看这卖冰淇淋好想去吃 但是人也太多了 这个车店里有一辆12000美刀的公路车 巨帅 哇 可惜这家店现在关门了你知道 你看这一玩偷车贼跟他的动作都一样 先找好目标 各位有没有建筑学大神 能给我解释这个墙为什么凸出来了吗 这房子是不是要倒了呀 This building is full of potential 如果大家对这间鬼屋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这个网址打这个电话 欢迎来费城租这栋墙已经凸出来了的房子 你说像我这么负责给这小镇打广告的 是不是在给我代言费 你还管人家鬼屋谁你们敢知道 你是不是啥呀 没素质的把人BM刀又标给抠了 现在太阳渐渐落山了 我们往费城大本中方向走了 考大家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大家知道为什么这种美国路边电源杆上 都有特别多特别多的订书钉嘛 把你们的想法打在公平上 我这个小房子建的不错挺有感觉的 这颜色啊 皮子堡就全是这种特别上坡下坡的路 皮子堡是一个比较hilly的城市 费城相对来说其实平躺了很多了 这就是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费城大本中的这个旁边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教堂内部 再放两张 琉璃玻璃 给大家看啊 这是教堂背后的墓地 但美国有特别多的房子就在墓地旁边 他们不在意的事 就美国人不讲的这个风水这事儿好像 他们就无所谓 他们觉得墓地 住墓地旁边挺安静挺安详的 这就是这个大教堂了 大家能看见这上头这个顶上这十字架吗 金的座的哎 这电线杆上一直有个鸟在这乱叫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 给大家看一下这车 车窗是拿保鲜膜糊的哎 这车窗被砸了也不去修一修 这车里要有东西 都不用剪刀 手指头就能进那车 你看这个church啊 St. John's Baptist 是为了纪念这个老兵和他们的牺牲啊 我 看远处这天 为了给大家看这天空啊 这周围只能变成黑子了 没办法 EOSR太垃圾了 看这就是这个大教堂了 他们从啊 Switcherland 那辈子 哇 我爱到他们的牺牲 这不是他们的风格 他们是冷冰的鸟 真的吗 哦 是的 那是 Switcherland Switcherland 是的 他们喜欢它冷冰 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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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 Peregrun falcon 在那里 里面有整个棵 在上头上的 圣椒 Turcherland OK 他很友善 看这老大爷 你看这花 这一喝 哈哈哈 老大爷都这么说 看这花 多美啊 哈哈哈 你不懂了 老大爷照不出来我的效果 我确实不懂 老大爷的相机 比你手机贵三千美 他们不知道Stagelight是什么东西 别逗了 老大爷的相机烂描你这手机 这简直成年人的乐园啊 我们俩顺势就来到了成年人的乐园 我看滑梯 这也太窄了 这卡的那个 你屁股卡没卡在上面 你能走过去吗 走不过去 走走走 是来来来来 我这个脚骨折了的人就不玩这个了 哎嘿 哎 失败了啊 我穿脱了 减一分 表演一个 两个月没进行力量训练的音频上 上去了吗 上去了呀 太快了兄弟 我操 大哥你是不是有病啊 哈哈哈 哎呀 真烦 唉呀 哎呀好暈喔 呜喔 呜喔 哦齁 呜 吼 哈哈哈 刚上车 哈哈哈 刚上车的乘客请符稳做好 前方道站是人民大学西站 服务了服务了 刚上车往里走往里走 给老人让个坐 给老人让个坐 没买票的往里赶紧往过来买票 这还能换党吗 服务了服务了 咱俩都坐着有点危险 比谁荡的高 我是小时候荡球前冠军了 我能荡出去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飞出去 所以摄着脑子吧 你看 我觉得咱俩 都在这上的六百瓣 不太安全 你看明显我荡的高 你看我 那看我 明显我高 这死了吗 一会儿这杆要断了 我感觉这杆要断了 我歇了 我也怕 哎呀 我也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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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脚弱骨折了大哥 你今天好玩啊 好玩 不是 这也太给了 弹射 哎呀 狗 刚才这翘翘板 耗尽了今天最后一点体力 现在 必须回家了 哎 这天已经黑得差不多了 今天一天的这个娱乐和这个开心啊 在此刻就结束了啊 哎呀实在太累了 今天的娱乐就到这里了 Peace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整面墙 都是不同的这种涂鸦和电视剧封面什么的 不知道是谁画的 它还都挺有纪念意义的 哇 正好大家一起盖的手印 现在我们俩遇到的问题就是找不着车了 不知道车停哪儿 街都长得一样 你也不知道哪条街是咱们停车的 而且它这种小鹿的名字 你也不可能知道叫什么 哎 现在我们就 去找刚才喝茶的那个 去找刚才那个茶店啊 就能找着车了 这回就真的结束了 Peace 我们下期Vlog再见 Peace 今天这个有奖竞赛的题目呢 如果你们知道 为什么美国的电线杆上那么多定书钉啊 如果你知道这个正确答案的话 我就给你送一个大会员好吧 请把答案打在公平或者这个底下的评论里 这回真再见了啊 Peace Peace